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走访欧洲五国 这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他的第一次出访 从因为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 而受到其他欧盟成员国诟病与警惕的意大利 再到今年10月初即将揭晓新一轮诺贝尔和平奖 同时与中国北极四路计划息息相关的挪威 从提出战略回流减少对华依赖的法国 再到逐渐接受马克龙提出的重构主权欧洲这一概念的德国 王毅此行对欧盟发出了以下的呼吁 他表示中国和欧盟从来都是合作伙伴 不是竞争对手 双方的共识远远大于分歧 但是欧盟对于中国的定位仍旧是合作伙伴 竞争者以及系统的对手 德国是欧盟目前的伦志主席国 在访问德国之前 网易在法国透露说 中欧双方有望在今年年底之前达成一项投资协定 这份涵盖保护外商投资权益的协定 中欧已经谈了七年之久 当中欧盟对华的一些诉求 和美国对华贸易战当中的点不谋而合 要求中国尊重知识产权 停止向中企提供补助 以及不再强制要求外国的企业转移技术等等 今年的六月份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为万地提出 若想达成这一份投资协议 中国还需要更加努力 除了商贸的问题之外 趁着万亿判欧洲 多国的政要还向中国提出了以下一些顾虑 提出了很厉害的 就在网易访问意大利外交部的期间 前香港众志的创党主席罗冠聪在门口与一些议员发起了抗议 香港人 像例如的香港人 如以优伟靖人 如以优伟犯人 如以优众 在中国中国的国家中的香港人 来自中国的国家 从中国共和国家的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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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除了在意大利之外 王毅此行欧洲还在其他国家 遭到了很多的质疑与抗议 在荷兰一名人权活动家是这样说的 对于到访国家有关香港 以及维吾尔族人的问题等质疑 王毅是这样回答的 尽管他们是受到了恐怖极端思潮的启蚀 但是他们的人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因为它是个学校 通过学习法律 通过学习一门生活的技能 他们现在都已经毕业了 现在没有任何人在教育培训中心里面 因为他们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工作 香港回归中国以后 一直没有制定维护安全的法律 任何国家 包括法国在内 任何地区都要有维护安全的法律 而且这是中央的实权 所以我们不能够允许这样的现象继续下去了 在这里的地方 我们能够允许这样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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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够允许这样的法律